今天和沙爷有一个surprise的地方 要带大家去看 是哪里呢 我们接着看 今天带大家来看轰动全称的 鸟屋书店在Bukit Jalil Pavilion 2 已经开了 那么他会在7月7号的时候开张 Dijon今天带大家来抢线参观一下 鸟屋书店有多么的漂亮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cafe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鸟屋书店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franchise 在1983年就已经开了 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 在代官商这个地方 就开了非常有design 然后很tropical feel的书店 那么从那一天开始 所有的鸟屋书店 就会做得非常的精致 除了是一个看书的地方 也是一个拿灵感拿idea的地方 所以每一间的这个鸟屋书店呢 都会非常的有特别的设计感 还有它的special signature的design 那么这一间在Bukit Jalil呢 也是同样的非常的大 那么等一下我们继续带大家去参观 那么左手边这边呢 就是精品还有小文具 那么喜欢日本那些比较细致又可爱文具的朋友 也可以来这里去参观 去找一下寻宝 马来西亚呢其实开了两间哦 即将要开的另外一间是成品书店 那么这一间鸟屋书店呢就抢先开了 那在全亚洲呢是第一间 连新加坡都还没有开哦 我们继续再往前走 我们看到前面 绿色青青色这一块是什么呢 我们进去赶快参观一下 那么这一区呢看起来就是 比较小孩子的地方 绿绿色 这个部分就会比较舒服 小孩子会喜欢spend time在这边 那么如果你是个文青的话 要来打卡的话 记得在7月7号3点钟下午呢 就会开放给全部的public可以进来了 那么Dija在这里呢就非常感谢这个负责人呢 先邀请我们来抢先参观 Pavilion 2的这间Sudaya 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天花板哦 是跟地面呢倒影过来的 它有一个全自动倒影的镜面啊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天花板的地上黏在一起 那我们也看到了它有卖了很多的这些手工艺品啊 每一个都很精致 如果你喜欢来这里寻宝的话 这个是一个你不可以错过的地方 尤其是文青们啊 来到这么漂亮的书边一定要来逛一逛 这里每一行每一区呢都会分得非常清楚 会列出每一行是什么样的系列 如果你有注意看到的话 他们其实非常细心啊 有放了小凳子还有小椅子 那你们坐下来找书 找一些自己要的资料 这一区是艺术区 有很多摄影美学 图画画作 这里也放了很多这些纸质品 艺术品 喜欢纸质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找哦 好就这样子我们就绕了一整圈了 那么喜欢在这里的话还可以来杯咖啡 这里有一个咖啡 咖啡厅的部分呢就建议大家尝试 他们的Dora Yaki同罗烧 小叮当的同罗烧还有抹茶 好了这一次开一项鸟屋书局 就到这里为止了 怎么可能 有可能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会开箱更多的好料 新鲜的东西给你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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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